对于身体毒素的认识,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毒素,并且寻找到毒素的来源,才能做好正常的排毒。 根据医学的观点,只要少量的物质进入体内,在体内会发生化学与物理化合作用, 使得生理功能发生异常,从而引发集体暂时或永久处于病理状态,这类物质都属于毒素。 从中医的观点来看,我们体内有很多毒素,不能及时排出体外, 对身体和精神会产生不良作用的物质都可以称为毒素, 例如鱼血、弹湿、汗气、食肌、气瘀、伤火。 这些毒素堆积在五脏之内,就会加速五脏的衰老, 然后有五脏供氧的皮肤、筋骨、肌肉,瞬间也就跟着一起衰老了。 我们要找出毒素的藏身处,尽快把它赶出身体。 肝脏藏有毒素的表现。 1. 指甲表面有凸起的棱线,或是向下凹线。 2. 乳腺出现增生,紧紧乳腺的胀痛明显增加。 3. 情绪容易溢。 4. 停头痛,脸部的两侧长痘痘,还会出现痛心。 5. 特别容易口干,而且嘴里没味儿,甚至觉得很苦,有时伴有口臭。 怎么排除肝毒? 1. 是青色的食物。 青色的食物可以通达肝气,能够起到很好的树肝。 结育,缓解情绪的作用。 2. 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,如莴笋、青菜、菠菜等青色蔬菜。 此外,青色的橘子或柠檬,脸皮做成青橘果汁或是青柠檬水。 直接饮用效果也很好。 2. 吃煲气可以提升肝脏抵抗毒素的能力。 适用是以咀嚼的吃最好,每天吃一小把。 3. 按压肝脏排毒穴、排充穴。 在足备第一、二支固结合不知情的凹陷中, 用拇指按揉3-5分钟,感觉轻微三丈,即可泄肝火。 不要用太大的力气,两只脚交替按压。 4. 眼泪排毒法。 作为排泄液的泪液,同汗液和尿液一样, 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毒素。 所以,难受时、委屈时,压抑时就干脆哭出来吧。 让泪水流淌也是一种主动的排毒方式。 5. 良好的睡眠促进排除肝毒。 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保证。 一个人吃得再好,但休息不好, 体内的毒素照样会堆积。 夜里1-3点是肝脏的排毒时间。 如果这个时段失眠, 流向肝脏里的血液很少, 则肝脏不能好好的排毒。 表现在脸上就是第二天没有精神, 眼圈发黑, 脸色发白, 时间久了会形成白发, 长痘长斑。 心脏藏有毒素的表现。 1. 舌头溃疡。 2. 颗头掌动。 3. 失眠,心悸。 4. 胸闷或刺痛。 怎么排除心脏毒素? 1. 吃苦排毒。 手推领此心。 它为苦,可以发散心火。 2. 按压心脏排毒学。 上浮学。 位置在手掌心。 第4. 无掌部之间。 或全时小指与无棉指指端之间。 按压这个学位不妨用泄力, 左右手交替。 3. 预斗利尿排毒。 预斗可以通过利尿, 亲热的办法, 来化解并排出心脏的毒素。 肥脏有毒素的表现。 1. 命不长色斑。 2. 白带过多。 3. 脂肪堆积。 4. 口气明显。 纯粥掌斗或溃疡。 自路排除肥脏毒素。 1. 吃酸助肥脏排毒。 像污味、醋食油来化解食物毒素的好食品, 能够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。 短时间内排出食物的毒素。 三味食物有健庇功效。 2. 按压脾脏排毒穴。 上秋穴。 位置在面怀前下方的凹陷中。 用手指按揉该穴位, 保持三重感即可。 每次3到5分钟, 两脚交替坐。 3. 饭后走一走。 饭后慢不可加快毒素排出的速度, 不过需长期坚持, 效果会更好。 肥脏藏有毒素的表现。 1. 皮肤成羞涩, 会暗。 2. 便秘。 3. 多臭善感, 容易悲伤。 怎么排除肺脏毒素? 1. 萝卜是肺脏的排毒食品。 肺排出毒素的程度取决于大肠是否通畅。 萝卜能帮助大肠排泄素边。 省吃或拌成凉菜都可以。 2. 百合可以帮肺脏抗击毒素。 食用时加工时间不要过长, 否则百合中的汁液会减少。 防毒效果要大打折扣。 3. 按压肺脏排毒药学和骨学。 位置在手背上, 第一、二掌骨签当第二掌骨饶侧的终点处。 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这个骨尾, 用力按压。 4. 排汗解毒。 肺管理皮肤。 所以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, 刚汗液带走体内的毒素, 会让我们的肺清爽起来。 除了运动以外, 出汗的方法还可以湿热水浴。 预浅水中加一些生姜和薄荷精油, 使汗液分泌得更畅快, 排出身体深处的毒素。 5. 深呼吸。 每次呼吸时, 肺内都有残余的肺气无法排出。 这些肺气相对于哪些新鲜, 富含氧气的空气来讲, 也是一种毒素。 只是一几个深呼吸, 就能减少体内肺气的残留。 肾脏藏藏有毒素的表现。 1. 月经量少, 火筋气短, 颜色暗。 2. 水肿。 3. 下核掌痘。 4. 容易疲倦。 怎么排除肾脏毒素? 1. 盐水是一种很有效果的排毒方法。 应用新鲜的水能够调节体温, 润滑关节和肌肉, 并促进消化, 使毒素从肾脏和整个身体内排除出去。 2. 持有有利尿, 不胜作用的食物, 可以增强肾脏的排毒功能。 黄瓜、樱桃、冬瓜、山药等食物是天然药食。 有助于刺激肾脏增加尿液, 磁布肾脏, 增强肾脏排毒功能。 3. 按牙永泉穴。 这是人体最低的穴位。 如果人体是一壮大楼, 这个穴位就是排污下水管道的出口。 经常按揉它, 排毒效果明显。 永泉穴位置在足底的前三分之一处, 计算石不包括足指。 按压的力度稍有感觉即可。 以边按边揉为佳, 持续五分钟左右即可。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。 智慧养生。 我是老张。 祝大家都健健康康, 平平安安。 快乐长伴。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